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打开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新篇章 6月18日,由黑河市爱辉区主办的中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 在爱辉区新生厄伦村民族乡举行 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比里亚特等地的50余名民族文化研究学者 和少数民族代表与厄伦村族兄弟姐妹深入交流、互动学习 开启了一场欢乐的中俄少数民族探亲之旅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 爱辉区新生厄伦村民族乡的迎宾门前热闹非凡 热情好客的厄伦村族姑娘和小伙子们唱着欢快的迎宾歌曲 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献上美酒,接风洗尘 我今天来新城村很高兴 其实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我2003年在哈尔滨留学的时候 我们放假的时候我来这里 15年以后又来了 好像变化很大 看看厄伦村族是怎么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挺有意思 在厄伦村族传习所 一位俄罗斯艾文基族老人 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厄伦村刨皮记忆传承人孟兰杰亲密接触 他们身着相似的民族服饰 说着相通的民族语言 就同宗同源的民族刨皮记忆等民族文化聊起了家常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很多世纪以前 我们两个民族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文化有很多交汇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的展厅和展馆看到了许多与爱文基族相似的物件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能够看到中国的厄伦村族朋友 随后交流团来到黑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基地 爱辉区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地 参观中国少数民族鱼皮 画树皮 兽皮等手工制作工艺的精湛技艺 爱辉区非遗学会还在展览现场进行体验式教学 与满怀热情前来参观的俄罗斯朋友们互动交流 手把手传授剪指和鱼皮画记忆 让他们零距离感受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无穷魅力